從賴清德今天上午出席的臺灣投資博覽會 參觀這邊許多攤位 不過針對新北幼兒被胃藥事件 持續延燒 外界關注 昨天新北市的大家長侯友宜 也就是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他要賴清德交代檢方 盡速來調查 釐清這個藥物來源 還批賴清德搞不清楚狀況 對於賴清德有所回應 一起來聽 這個事件的重點應該劃在孩子 因為大家想一想 如果這些孩子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自己的孫子 那我們會有多難過 我們應該要將心比心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健康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 請侯市長或新北市政府 應該要盡速成立醫療團隊 來保護這些孩子的健康 侯市長加油 一定要好好照顧小孩子 好 您可以看到賴清德是強調說 目前最重要的是這個兒童 孩童的一個健康狀況 也呼籲新北市府 應該盡快成立醫療團隊 來關心兒童的一個健康情形 然後他也說 呼籲向侯市長喊話 要他好好的加油 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請你 謝謝你 今天天濱 比我選擇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